Over the moon,我是安娜喜 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图好这种比较难涂云的纯白色指甲油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能从左边这种效果变成右边这种效果啦 看起点赞,人美心闪 首先最好可以用这种肤色的底油打底 它有一点遮瑕的效果,干了之后是半牙光的 我们平时用的底油一般是透明的或者是透粉色的嘛 但是大多数人的手指颜色其实都挺不均匀的 它可以让后续的指甲油不要被假肉本身的颜色干扰 如果你没有这种底油的话 可以用透明底油加一层裸色指甲油代替 然后开始涂疤,我们先用底油轻轻的包个边 然后在刷子上取一面其中的一半的量 然后把刷子放在距离脚后圆大概1-2毫米的位置 再轻轻的往上推 因为液体的张力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圆弧 然后再顺势涂下来就行 然后涂左边稍微把皮肤拉开一点 用刷子的左侧沿着指甲的边缘涂下来 右边也是一样的,稍微扒开皮肤 用刷子的右侧沿着指甲右边的边缘涂下来 然后等底油干就行啊 大家看一下拿肤色打一下底 是不是效果还差点圆的 底油干了之后涂白色指甲油 我们先来浅浅的包个边 第一层主要是要把边界涂出来 不用取太多量 大概也是刷子一面的一半 涂法也是跟涂底油一样的 先中间后两边 刷子放在靠近后圆的地方往上推 这时候刷子可以稍微躺下了一点 刷子跟假面的夹角大概2-30度左右 如果刷子立的太高 刷毛会压着指甲油 会容易有刷痕 第一层主要就是把边缘涂出来 有刷痕或者有点深浅不宜是很正常的 等两三分钟它干了之后 我们来涂第二层 第二层的量要比第一层多一点 大概是一面刷子的量 大家看一下示意涂 就是从左往右 像个帘子一样的顺序刷过去 我的假面大小是占一次能涂两笔 这里要保证你的刷子上有足量的指甲油 要不然很容易就会刷出刷痕 但是也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你的指甲油很难干 所以这个量大家要自己把握一下 这样基本涂完第二层就涂云涂饱和了 边缘有些不平整的地方 可以用橘木棒沾一点蟹甲水 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等个三五分钟涂顶油 我在等待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根毛掉在了我的假面上 这简直就是噩梦 我尝试着拿镊子把它给揪起来 但是反而戳了个洞 算了就这样吧 涂顶油的量和方法是跟涂第二层指甲油是一样的 也是刮掉其中一边取一面刷子的量 像帘子一样轻轻的从左边刷到右边 刷两笔不够了的话就再去取一点顶油 不要假面没有顶油了还硬刷 这样子你本来平滑的指甲油会被你破坏掉 假面的顶油涂完之后 可以轻轻在指尖带一下包边 然后就大功告成啦 我把一些重点总结成了蚊子板放在这里 别忘了关注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